彰化县政府与社头乡公所行销在地优质芭乐及芝娃 十日起一连三天在社头乡果菜市场盛大举办 2016彰化社头芝娃芭乐节 吸引了大批民众来到社头吃芭乐买枝袜品尝道地美食 在这个时候刚才是芭乐最 芭乐虽然说很多汤匙都有 但是这个座椅刚才出现的芭乐最切 还有最硬 这个时候我们的社头买袜子买袜子 也是最小的 我们知道不管是南外乳酪 在我们社头市占率全国都是超过八成 芭乐工会卫理事长 芭乐协会张理事长 这两个算不讨论啦 做不讨论价不讨论 也感谢这两位理事长 对着我们这个花丼的帮忙 现场可以说是全国最大规模的芭乐 芭乐精品展售活动 除了农特产品地方小吃 达德商工在周六周日更准备了2000份创意美食 以及特色饮品免费品尝 还有时尚走秀及地方表演团体接力演出 连续三天的活动热闹滚滚 强力行销舍头乡的能见度 让芭乐及芭乐产业都能够获得 乡亲的青睐及购买 促进地方产业升级 公益频道张华允舍头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